王跟武的妻子平婷的母亲叫童义和 是福建少武人 她那个少武话跟那个东南亚比较流行的那些方言 什么广东话呀闽南话朝中话客家话都不一样 而她的母亲呢只跟那个平婷的姑妈有时候说一说家乡话 平时是很少说的 所以啊王跟武的老婆一句都没学 母亲呢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跟当时啊同时代的那些中国妇女啊 应该说生活的经历是不太一样的 她18岁的时候啊就因为当时的父亲坚决不允许她去上海上大学 直接就开始绝世抗议非要去上海读书去 因为什么呢她自己的哥哥正好在那儿学医呢 她是同妈妈是1910年出生的正好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 所以没裹过小酒 而且啊一直都可以在自己的父亲办的学校里面念书 所以她跟同时代的许多的中国妇女完全不同 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 再加上啊这个同妈妈呢很有冒险精神 这也是后来啊这个外祖父不得不同意让她上大学的原因 那就绝食啊你想多刚啊 再加上还一个原因就是外祖父是个基督徒 而且是少五公理会的那个女子学校的校长 那理念肯定就不同嘛 你从她教育儿女的这个方式上啊 你就能看得出来 他们同家啊主要是来好像是来自北方 同这个姓啊你到南方去特别少见 据说啊外祖母是按照当时的习俗 特别年轻就嫁过来了 生了好多好多的男孩 但是呢大多数的都是在婴儿时期啊就夭折了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咱们的这个卫生啊 还有个人都不懂啊 这医疗啊什么的都不行 那时候真的是婴儿早死的现象非常常见 这也是后来啊 英国的有一个公使夫人吧 有一个回忆录 我记得好像我讲过吧 就是一路上经常看见 而且那时候死的太普遍了啊 很多人就直接把孩子就像扔垃圾似的 就扔在外面垃圾的外边了 连给的小木头棺材啊 板啊纸啊 那怕呢都没有 埋个都没有就直接扔了 就接生活嘛 那个母亲也没力气搞这些 反正总之那个时候的这个习俗啊 就特别的那个 不一样 再加上呢 好像我们那时候啊 就是你想那个给你起名都起个贱名 就是好养活 就是你想那个死亡率是多么的高 差不多百分之四十多 都不值 外祖父啊 就在传教士的劝说下呢 改信了基督教 当时还说呢 只要我妻子生下一个女儿 我立刻就信基督教去 外祖母一共生了十六个孩子 只有五个存活的 那真是不止百分之四十五的比例了 那你想啊 这终于生下这个女儿了以后 这父亲马上就改信基督教了 外祖母呢 又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孩 等于这个童妈妈是长女 大概也是因为有经验了啊 也再加上可能传教士给播点 传播点卫生知识吧 反正这个孩子们都活下来了 后来还是当时 不是中国人也有一个传说 就觉得就是女孩比男孩好养 强健 所以后来啊 这个生下来的女婴都活得很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俩兄弟俩妹妹 这童妈妈去上海后啊 就先进的美国进行会办的 那个有名的滬江大学 可是啊 她因为一直是在自己的父亲的学校上学嘛 当地没有这个条件啊 所以她不会说英语 一直在华文的这个世界里学的习 可是啊 这童妈妈 你看这个精神啊 就从这能看出她的任性和这个冒险精神 一点没害怕 坚决在这学校待下去 头几个月她自己都说 哇那脑袋一片混乱 毫无头绪 整个一整天都是懵的 你想那老师给你呱啦呱啦讲 你什么都听不懂 问题是长达六个月 我记得我第一次啊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看书面的嘛 我们那时候没有机会听什么人家真正的老外讲英文呢 那就咱们那个什么许国章英语 什么英语900句的那个广播里的那个啊 那那属于就是不是英语 那不是不是英语真的 所以我第一个老板啊 他上课啊 他其实还会说话 他就为了让我们有压力嘛 第一天一句中文不讲 萌啊 当时我都灰心了 好不容易考上了那个单位啊 那时候因为需要你有一定的 而且我们的那个培训的方向是 我们以后要给人家做秘书的 那你的老板都是 客人都是外国人呢 你这点要听不懂怎么办 因为我们比试试还可以的 结果啊 头一天我都 我都回家 我都哭了 我就觉得我这工作又丢了 没想到第二天啊 听懂一个词 哎呦 当时兴奋的哟 后来啊 就慢慢的就把你学的那书本上的东西一点点捡起来 所以你知道啊 你要想学外语就往那环境里一扔 真的特别快 所以你看现在不是好多人说啊 别看课本 你先多听多看电影电视剧 呃 在这个语言环境里先浸润着 你就哪怕你可能干别的事呢 你这个一直在那想着 一直在那动着 你在这个环境里你慢慢的 你就好点了 呃 他妈妈也是突然有一天啊 一下子好像就都听懂了 呃 母亲能够维持在大学这个生活费啊什么的啊 靠的干嘛呢 就是把中国的桌布啊 餐巾啊 还有那种绣着花的那种衬衣啊 寄给他们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朋友 然后让他帮着卖 你看他他妈啊 这么小就已经开始有经济头脑了 在大学的时候啊 他已经开始教一些华人讲普通话了 这也是因为他特别崇拜胡适 胡适当时他们那拨人啊 就在推动那个普通话 作为那个民族语言 或者作为这个普及嘛 二十年代的时候啊 那时候普通话还没普及呢 面对着外国威胁啊 完了再加上那时候 民族主义已经开始特别高涨了 大家都觉得中国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口语 因为我们中国啊 两千年一直有这个书面语 就只要你受过教育 你就能认中国字 而现在呢 就得需要一个大家都能听得懂的一个口语来交流 于是呢 那时候就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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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多个方案提上来啊 最后就选了当时清朝宫廷里使用的官话 也就是现在的普通话 所以你看啊 我们北京人都说的都不是普通话 在成德 你到那的人 你跟他聊天 那是标准的官话 我们北京人因为各种的这个突突的啊 就是跟官话 跟满族话啊有点融合 耳音特别多 完了呢 他也有好多的那个蒙语满语在里边夹杂着 所以北京话不叫普通话 当然后来大院那拨人来了以后啊 在北京 所以也有好多的语言词汇啊 就是大院的 因为什么呢 就是五湖四海全都在北京聚着呢 那大院里边就是也产生了一种文化和语言 你应该能够想象得出 当时其实年轻人是非常兴奋的 就是我们有了一个自己的国家 而且大家可以不分东南西北啊 都说同样的语言都能听懂了呀 因为你知道这个南方北方啊 差的那个老鼻子 尤其南方可能隔个山那边的话 连他们自己都互相都听不懂 而母亲那个童妈妈那时候就特别相信 所有中国人将来都会都要说普通话的 于是他毕业了以后啊 就跑新加坡去了 到那儿一个华人的成人学校去教普通话 那个时候啊 有一个大潮流 就是有好多好多的老师啊 记者呀知识分子啊 都离开中国去东南亚 干嘛呀 就是普及呀 还在一个就是 那时候确实就业也挺困难了 早些时候 去东南亚的都是一些劳工啊 什么商人啊 可是现在啊 经过了这个华人我们的这个辛勤努力 勤劳嘛 很快就比较富裕了 而且人数啊 那在总量上也是相当多的了 这些华人呢 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啊 有一个华文学校可以上 而那时候啊 殖民国家嘛 大英帝国没那么多钱 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办教育 通常啊 只是在每个城市啊 花钱办一个男校 一个女校就够了 当然而且这个教学过程 全部都是英国的英语教学 因为他啊 不需要你有多高深的这个能力 你呢 就能够给我当当办事员啊 低级别的这个公务员呢 就协助我来管理这个殖民地就可以了 当然也不得不承认啊 这个确实一男一女就足够了 因为他本身那个东南亚那块 每一个国家也不大 像高等教育方面啊 只有那个来福斯学院 因为这个他殖民地本身的 他的这个财政啊 没那么大 所以他的呢 都是捐住的 还有一个就是那医学院 就是爱德华七世捐的 那是那个新加坡的医学院 可是你想啊 那那种高等学校 能上学的人数还是少啊 所以啊 一般比较杰出的 家里比较富裕的 家里边都送孩子 就想要说法 就上英国去上大学吧 那再怎么说 你在华人这圈里边 人数还是寥寥可数的 应该说啊 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这个中国的传教 外国的传教士 还有他们的慈善组织 确实对中国起了巨大的作用 他们在你最困难的地方 甚至都设的有这个 英语小学啊 中学啊 那教会学校就更多了 我爸爸就是教会学校上的学 因为他一个是学学费低 有的甚至呢 如果你是教徒 甚至都可能不收学费 那你像我爸学小提琴啊 改变他的一生的啊 就是因为有一个老师 喜欢拉 听说我爸爸喜欢用这个小提琴 因为我爸那时候是唱识班的 他已经懂了基本的乐理了 哎 说那干脆你们家要买得起 小提琴买一个 我来教你嘛 就从此 我爸就走上了 拉小提琴的生涯了 这传教士啊 还一个牛逼的地方 那在我们这个 男尊女卑的华人世界里啊 真的是给了女性一束光 就是他不光办的这个中小学 而且他还办了女校 就专门给女孩子的 你想那个时候 中国人女孩子 女孩子恨不得 你还没出生了 就直接掐死了 在华人里啊 一直都有一个 就是希望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 和注重学习的 这个优良传统的 所以对这个设立私校啊 教这个普通话特别重视 这其实也是王根武的父母 来马来亚的原因 其实跟那个 拼亭的父母到这一模一样 就是那个随着大潮流来的 对当时那个时候啊 大多数活人来讲 海外工作啊 来了以后 这波来的都是为了就是 改变世界啊 或者改变自己的生活啊 因为那时候教育 我们在国民政府的时候 对教育给的工资 是相当高的 那华人因为注重这个嘛 那募捐也好捐 这波来的人啊 全都是想等到中国局势好了 因为又打仗又内战啊 日本抗日 完了后来又内战 都想等着啊 这局势好了 我一定得回去的 结果没想到啊 这历史大潮啊 就直接把他们的梦想 就给消灭了 所以东南亚的大多数皇人 从此再也回不去了 平婷的母亲啊 佟妈妈去新加坡的时候啊 正好赶上全球经济大萧条 但她从来啊 也没谈过 就是说这个经济 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就是因为当时她 帮助建立的那个一个学校 叫国语讲习学校 这招生啊 在当时一点都没发生困难 而且学校的职员特别多 学生也多得不得了 一百多个 而且学生大多数都已经是成人了 都是夜间啊 或者是这个下午才来这个上课的 小孩班啊 一般都是在安排在白天 佟妈妈呀 跟别的这些教员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 哎 就是因为她 因为那些大陆来的好多啊 她会说普通话 但是不会说英语啊 但是她都会 这样的话呢 她就能跟当地啊 只会说方言 不会说普通话 但是呢 受过英语教育的华人 能够交流了 哎 这是一大波在当地很大比例的华人 所以她呢 就有机会 跟那些就是已经非常著名的华人啊 就交上朋友了 好多名人啊 什么什么 那个林汉河爵士啊 这帮人啊 都知道 这个历史大潮 很重要 假设民族精神嘛 都要努力去学普通话 所以跟童妈妈 一直就保持着特别好的友谊 这个呢 也后来就影响到 他们后来迁居到新加坡的时候 应该说 在那儿不像人家啊 举目无亲 是有大量的朋友的 日本人是41年打到东南亚的嘛 平亭一家受的影响啊 应该说比王跟武呢 他们家要大一些 日军到槟城前啊 他们一家呢 就乘坐着最后一班火车 逃到新加坡的 可是没想到啊 人家没用两个月 这英国军队真的不经打 直接就给 全给轰出去了 在新加坡啊 因为她认识几个有名的土生的华人 都是以前教过的那些学生啊 再加上啊 童妈妈从小就是基督徒 跟那个宫里 宫里宫会啊 一直是有联系的 所以在生活上啊 你社交上啊 这教会是给了巨大的帮助 这个啊 就是你加入这个 教会的这个团体啊 应该说这互相帮助 这个基督徒这儿啊 这真的是挺棒的 还一个 就是我说过了 这个教会里边 大家他互相信任什么呀 因为你信了这个教 很多人是因为他 这个教义里边是 你不能撒谎的 所以他为什么愿意信任你呢 他知道你在上帝面前 你不能对我撒谎的 那我教你这朋友 我就愿意了 我就没有负担了 我不用猜来猜去呀 我们家现在的阿姨啊 信教 他自己都说了 我绝对不会偷拿你一件东西 因为这违背我的教义 一到了那个 有那个基督教的节假日啊 一定跑教堂去 在那个时候啊 肯定是你日战区的时候 就肯定已经不能教普通话了 那为了维持生计呢 童妈妈就开始了 她的经商的才能 说过啊 上大学的钱 生活费都是自己 倒腾那玩儿啊 挣的钱 平婷啊 依然记得啊 那一段时光 虽然辛苦 但是很快乐 她呢 是跟很多的 一起长大的小孩啊 这时候都定居到新加坡去了 而且呢 在英文学校里的上学 她的父母虽然啊 也在从事这个华文的教育 但是呢 都是能说 能写英语的 嗯 结果到了新加坡啊 这不是因为没法上学了吗 突然发现啊 哎呦 这爸爸啊 有一大堆的 19世纪的 那个优秀的英国名著 于是啊 这个日战区的时候 不能上学吗 就直接 钻到书堆里去了 在这个时候 不是王耿武也没上学吗 在医保 他呢 是通过图书馆呢 就 他爸也不管他 你知道吗 也没帮他筛选 应该看什么书 就全靠他 那你想年轻人嘛 就肯定是先看通俗小说嘛 那那看得下去啊 所以在文学层级上啊 这时候他已经比 自己的老婆要 低好几级别了 你明著啊 从语言结构 思想结构 各方面啊 那就比那通俗小说 那简直就真的 是不是几个级别的事了 战后 他的老婆就进了当时 卫理工会办的一个女子学校 后来也因为英文作文特别优秀啊 因为这这几年的日战区 光看那个名著 你想那英文水平得提高多少啊 所以他很快就上了高级班了 再加上啊 碰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数学老师 叫王慧清的 后来是马来亚大学的一个教授了啊 就在这老师帮助下 轻轻松松就拿下了剑桥的毕业文凭 你想啊 这王耕武在这儿跟再跟他老婆一比又不行了 他数学那时候差呀 那时候虽然啊 后来他那个老师也给他突击呀什么的啊 但是确实你那几年没赶上吧 大概这个也没开窍 反正就是在数学方面又比自己老婆又差了好几个级别 还一个呢 就是这些啊 都差了几遍 还一个他们俩有一个也差着的 就是平婷的父母 虽然是两情相悦 结的婚 自由恋爱 但是婚后啊 并不快乐 可能是因为这个性格冲突吧 最后两个人都离异了 这父亲呢 就决定回台湾老家去了 因为那时候战后了嘛 台湾已经回归中国了 而平婷还有他的这这五个孩子啊 居然都留在了新加坡了 这父亲啊 一个都没带走 我跟你说那男人啊 全靠这个母亲赚钱养家 等王耕武见到童妈妈的时候啊 人家已经是在当地 特别受人尊敬的一个华文老师了 给自己还办了一个 就是他自己办的一个下午学校私立的 当然是租了一个 那个威多利亚学校的一个校舍 不筹钱 为什么呀 想上课的人太多了 许多家啊 那时候啊 因为不得不去英文学校上学嘛 公立学校都是英文的 但是呢 又希望自己的孩子必须得会中文 而且啊 还一个啊 最我觉得最主要的啊 就是你通过 你可以用华文写作文 能够特别容易拿到毕业证 你知道吗 哎 因为你竞争的人就不多嘛 所以呢 都都把孩子 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啊 你像什么文化 我觉得啊 咱们华人没那么高的觉悟 能说就行 但是呢 你真正学这个华文啊 写作文啊什么的啊 真的 为了那毕业证书 因为毕业证书 你必须有几门的考嘛 哎 就跟有的人说呢 我选个小鱼种吧 为什么呀 竞争力 人少 所以说啊 那个童妈妈虽然非常辛苦 但是呢 因为这学校自己办的啊 那规模也不是这个大 上上下下 全靠她一个人 可是就靠着这个收入 完全能够养活五个孩子了 平婷是长母嘛 所以经常就要分担母亲的工作 哎 当时她也帮着学生啊 去欣赏中国的传统艺术啊 音乐啊 戏曲啊 等她后来上个大学啊 她依然还是到那个学校里边 继续这么做 王耕武就记得啊 演过花木兰 哎 你看现在还有这个 你看这这这照片 就是舞台上的那个剧照 可是呢 呃 你要说他们俩之间友谊的基础啊 呃 应该说跟中国反而没什么关系 因为那个时候啊 这个还在英国的殖民政府的 算是管理下吧 他呢 是尽可能的这时候啊 使劲塞给你就是让这一代的学生啊 鸟学习感恩 我们英国给你们这么鸟不拉屎荒不 也不是鸟不拉屎啊 就是荒芜野蛮原始的一个地方 我们给你注入了 这是英国人一直很骄傲啊 到现在我们真的应该全世界都感谢的 我们给你建立起了法律啊 秩序 你们懂什么叫秩序 呃 什么叫教育 对吧 你怎么也得感恩我吧 再加上你应是不是应该自豪啊 你是我们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所以说啊 那个时候主要就是教你英语语言和文学 历史啊什么这方面都是跟那个英国的教育都是一套照搬过来的 所以其实他们俩是因为喜欢英国文学这个基础 俩有共同语言的 所以跟中国毛关系都没有 当然 妻子啊 其实那时候呢 也认识了很多来自马来半岛的各个州的人 王耕武啊 因为对着新加坡是一点知识没有 完全无知 所以后来啊 都是通过这个平亭和他周围的朋友 带着他去看了一些王耕武 根本不可能自己去发现的新加坡 好